县府今天召开县务会议 会中县长许初华感谢所有参与这次日月坛万人勇度的所有工作同仁 许县长说 今年挑战勇度报名人数为两万两千多人 有980位为下水挑战 过程虽有少数民众不是就医的小插曲 但整个过程相当顺利平安 全是今年活动规划执行都很到位 昨天我们第42届的日月坛万人勇度活动终于顺利圆满的完成了 在此非常感谢来自全国的救护体系 不论是我们的救生员还是所有的来自全国的空勤队 还有包括我们的救护人员都可以说是大家非常的辛苦 我们原本报名的是22606的人数 那实际昨天下水是21626大概是有将近少了980位没有实际下水 那不过呢不管是任何的原因没有下水呢 都为我们在整个周边呢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人潮 我们大概预估呢从这两天呢为日月坛还有在埔里地区呢 有大概五万的游客来到我们的日月坛 那也对我们地方呢带来很大的一个伤机 那非常开心的是昨天呢除了有民众 有一些不适有稍微做了一些的这个检查之外 那么也非常活动也非常的平安 那我们明年呢会把一些相关的细节再把它做得更好 那希望呢每一年都能够呈现最好的活动 给所有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参与 另外回忆中也讨论通过南投县114年度总预算案 即附属单位预算以及重计表 南投县国民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等案 记者陈云志南投市采访报道